近日网络中有新汉灿烂的最新路透照被曝光了出来 从路透照中看赵洛斯和吴磊在这部剧中的古装造型都很好看 吴磊一身黑色的古装非常帅气 身姿挺拔玉树临风 真的是让人一不开眼睛啊 赵洛斯在这部剧中的古装造型 和之前由他主演的古装剧差别很大 这次赵洛斯在剧中的造型看起来很别致 白色古装裙身姿纤细 造型和妆容都非常的精致 之前赵洛斯主演的古装剧扮相基本上都是很甜美的 这次特别有种大女主的感觉确实是很好看了 作为鹅场的重点项目 网传拍摄时间长达五个月的新汉灿烂剧组 在经历了男主营商出走 后又活力回归之后 剧情拍摄终于来到了男女主见面的时候 这是主演在开机仪式后第一次痛狂 跟想象中的甜蜜不太一样 赵洛斯蹲在地上不理旁边的人貌似是生气了 闹矛盾戏份意外甜 吴磊哄气笑容出圈 据现场流出的照片来看 拍摄的应该是男女主闹矛盾的戏份 赵洛斯与吴磊一同蹲坐在地上 前者抱住自己 看起来极其没有安全感 后者将手撑在后边的石板上 用整个臂弯还住前者 在后续的拍摄中许是受到了极大的委屈 现在心里难受得很 赵洛斯捂住耳朵 别过身去 不想面对吴磊 而吴磊也不着急 就这样温柔看着眼前的人 但哄气还是要做的 在经过了一顿对话后 吴磊还是将让板震过来 面对自己 朝着媳妇天天一笑 这么素的笑容成功出圈 开拍之前还有不少网友质疑两位的CP 不成效 这才放了短短几张路透图 就可以预见正片有多精彩了 赵洛斯摆搭CP体制 吴磊年夏却成熟 其实细想一下这两位搭档 怎么会没有CP感呢 赵洛斯是摆搭CP体制 这个优势帮着他在挑选剧本上 能够拥有一定的主动性 现在影视剧市场的大部分制作 还是跟爱情有关 而感情剧除开剧情之外 主演之间的氛围 是选绝要去考虑的 赵洛斯自出道以来 与同龄的李鸿逸青春情侣 与林雨昕大叔佩罗丽 也甜蜜一点 只要是他 感觉画面自带粉红泡泡 多神奇的组合他都合作过 这次 是跟只小了一岁的吴蕾合作 很明显就轻松很多 而吴蕾虽然还是童星出身 但他扮演硬汉的时候 能明显感觉到他身上的硬朗气概 当网友不知道 给他整理衣服的是姐姐的时候 都为他的勾人眼神给惊讶到 这次搭档赵洛斯虽然是年夏 但从路透照片就能看出 两个人体型差很萌 被他圈住的他梦回李乐烟 小小兔子一只 而他就是活泼的玩伴型男友 原著讲述的故事线 就是从青梅竹马开始的 两位少年少女感这样足够 剧方选角是一角了 目前该剧已经完成了 一小部分的拍摄 未来还有更多的好消息 大家敬请期待